《六D》 《六D》 我想給那個六D拿一個條子看一下 你拿個條子可以拿上來吧 對 趁著下面 大嫂的舉動令在場的每個人 都不禁緊張起來 神秘紙條 是否就是導致他們收嫂關係 漸行漸遠的根本原因 這一張紙條 能否給目前僵持的局面 帶來轉機 就是想看一眼 這是我愛人在世的時候 寫的一張條子 我想讓六弟看一眼吧 你自己心裡有個書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想問一下大嫂 這個條子代表什麼意思呢 我自己想想 我不知道你直接明說 她不是跟你聊了話嗎 咱們把 不是留的話 你就看好這個條子 你自己應該心裡明白 這是怎麼回事 這個都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可以讓 是幾個月份年份的日子 下面有幾個數字 六弟應該知道 你自己回想一下 2005年8月3號寫了個3.6萬 然後說 寫了個家裡老頭 可能就是指父親嘛 給小六了 說說給你 是不是可能當時 父親有這樣的一個 工資單上的一個存款數 是嗎 我想應該是 這是她把存折交給 你小叔的時候 然後寫的這個條 相當於可能 她跟我說過這件事情 嗯 但是我就說 你把爸照顧好就行了 其他那些事情不要管 所以正好是在病重的時候 因為什麼說到這件事 就是因為六弟在他的床頭前 問他要說 你已經生病了 你還拿爸的工資幹什麼 拿爸的存折幹什麼 我只是跑妥了 記著 這是大家的意思 不是我一個人去壓制存折 你明白嗎 你千萬記得 這個拿來了 我也沒拿到我的手裡 那你還記得你哥當時的表情嗎 他都病成那樣了 你站在床頭 你指責著他 他是什麼樣的心情 我再問一下 我再說一下到三 我替你哥哥說一句話 你還在這說 是 這是家裡所有的事 從你入北京 都是我去跑 我去張了 我去折的人 我去做事 我任何好處也得不來 我都是不是 我怎麼都是不是 我做再多也是不是 我就強調這一點 是與不是 不是你自己在說 我就是拿了那錢 也是放在家裡了 去折的最後 大哥是自己放過去的 是你哥哥自己放過去的 你拿這錢幹什麼用了 你自己心裡應該明白 我想你哥哥在天之靈 你應該對得起他嗎你 你自己拿著這錢 你自己都已經取出來了 說你用錢買我大巫的房子 你們拿著老人的錢 做買賣做交易去了 是不是 你不讓你哥哥說 說了我能怎麼樣 我不是不幫助你們 我不是不能通用 我不放心 因為你現實已經做到這兒了 我能放心嗎 我今天來是什麼目的 我帶著你哥的遺憾 你知道嗎你 你哥對你怎麼樣 你光說為我們付出了 我們能領情 你哥為你付出了多少 你知道母親的錢放在那兒 你要分 你哥哥說了你還沒有房呢 著什麼急 說沒說這句話 你回過頭來你就拿這個錢 你們就做私下交易 你對得起他嗎你 等你哥哥發現存證沒有的時候 問到你 你才承認 你還不讓他說 我成親 爸爸住院的時候 我成親一點 你能 你能 你知道我家什麼情況嗎 我成親一點 你知道我家什麼情況嗎 知道什麼呀 你孝敬老人 我大哥不同意我能拿這個錢嗎 都在我大哥掌握之下 是大哥同意的 是你剛剛都說了 別說我私自拿著 別人知道嗎 別人知道嗎 都是供投都能掌管的 別人都知道 你現在有做錢 別人說 幫我二哥誰都不知道 你對得起誰 這個父母生前就說幾萬塊錢 留我買房 因為當時我沒有買房 都知道 我個人推斷啊 那個第一 說明這個錢呀 在你丈夫生前 他對這個父母這個錢 他是掌握的 表現他 第二點 父母對於這個小六 是比較偏心的 把他們的錢給小六了好多 都是以萬為單位的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呢 父母偏疼他給他錢 也是公開的 不是偷偷摸摸的 至少你丈夫對這個 也是執行的 我知道 我知道 第四一點 至少你丈夫是認可這一點的 別管他同意不同意 心甘情願 不心甘情願 對 那麼你的丈夫能同意 從這個從這裡拿出錢來 你丈夫真的是對這個小六 是關愛是有加的 對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即便你丈夫活著 他也會幫助這個弟弟的 也會理解他的 對 在這種情況下咱作為大嫂 對 也應該尊同他這個遺願 當然從你這個角度來說 有做得對不住大嫂的地方 有在各個生前者 各個生氣的地方 也應該進行道歉 我覺得這樣才是最公平合理的 最符合客觀實際的 他們的隱瞞令他氣不成聲 我就覺得他們從心裡 就沒把我們娘倆當自己家人看 這麼野蠻就是拿我們當外人 他們的質問令他憤怒不已 你知道我們家什麼情況嗎 你在他的地方 你知道我們家什麼情況嗎 冷漠 爭吵 淚水 一切因愛而生 就看眼睛 回家了 再回家了 情感面對面 為您講述 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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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面